例子 敬离 请坐 每一次上课 我最高兴的课就是这一堂课 因为等一下就要回家 这几天你们睡得好不好啊 我知道是昨天特别好 前一天就睡得不好 不过昨天跟我同寝室的 我们原住民的朋友 让我听到了一个 我在从发现这个论述以来 听得最好笑的一件事 我早上笑到晚上就要睡不着 是什么事情你们要听 你们要听吗 要不要听 要不要听 我们昨天阿美族 阿美族的好朋友 他问我一个问题 很可爱的 真的很可爱 我这么久 从一次听你 你说 林教授 我看他很不好意思问 可是他还是问 我请问你 我们组长 我们组的那些长辈有讲 台湾民政务会把我抓去做兵吗 他的意思是 我说你怎么会问这个问题 他说他们组长讲 他们长辈讲 以前日本人骗我们去当兵 我听到这个事情 听了这句话 我真的是觉得 问这句话很可爱 我喜欢 我跟你们说 不会啦 绝对不会要你去当兵 也不会叫你去做兵 去打仗 不会啦 我昨天跟他解释 说现在在打仗 不靠人 要靠什么你知道吗 就要科技嘛 不是什么 不是用飞弹嘛 就是什么 你看那个 美国在攻打伊拉克 还有在那个 沙漠战争的时候啊 你有看到说美军吗 没有耶 都没有看到美军啊 结果伊拉克他们就要投降耶 那个那个 跟那个 那个 叙利亚在打仗的时候 有没有看到 都没看到耶 就死一堆了耶 所以哦 不会叫你们去打仗 绝对不会啦 如果要叫你们去打仗的话 我们就不用去法律去告啦 我们最大的武器是什么 法律啦 要把美国人打趴喔 都要法律啦 只有法律能够战胜美国啦 你其他用什么都没有用啦 中国是在靠什么东西在今天在这个世界上生存 靠他的大嘴巴啦 碰碰啦 中国有武力吗 昨天啊 昨天有一个人问 问我好像是学生啦 我看他今天还没有来 他问我一个问题很有意思 很有意思 有有来喔 他问我说 啊这个美国现在欠中国很多钱啊 啊会不会很怕 我要回答你这个问题之前啊 我在讲一个实际上发生的事情 差不多半年前 美国他公布说喔 我要发行公债啦 美国的公债跟国债啦 啊美国就要求中国说 欸 你要不要来买我的公债 我那个数字还很大呢 啊你知道中国怎么样 中国的财政部长喔 站出来说拒绝 我又不是呆子 我要去买你美国的公债 啊我买你的美国公债 啊你去那里倒去要怎么 你知道美国怎么回答 听清楚喔 哦你不买喔 好 我自己买 他说美国财政部长 我自己买 中国财政部长听一个 够一天说 不要不要不要我来买 我来买我买我买 你知道美国要用什么去买他的公债 你知道他的原因吗 中国隔一天而已啊 不到一天啊 马上宣布说 我买我买我买 我买 美国公债我买 为什么 啊美国说你不买喔 好没有关系 我自己买 啊中国说啊不要不要不要 我买我买我买 为什么 你知道吗 你都没讀经济啦 蛤 蛤 蛤 我跟你说啊 美国说他自己买喔 他用什么买你知道吗 印钞机啦 他一直印美金出来嘛 他自己买他自己的钱嘛 啊买到他怎么 所有的钱通贬值嘛 啊中国本来有很多 外汇存在有啊 啊这些贬值呢 他撩死的 所以他怕啊 但是这是喔再相对来讲 中国一日买一日买一日买的 美国没你怕你啦 你说你在外汇市场 要把它兑犯喔 不是那简单啊 我讲一个事 两个月前发生的事情 中国有一次喔 在巴黎 一天之内喔 抛出100亿美金 結果抛出100亿美金 一抛出来喔 啊美国喔 匆匆抛出来喔 大家都会脱到耶 好像没出现银行去挤兑 他害怕怎么办 结果欧巴马也头痛 结果这个时候 有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平常在跟我联络的那一个人 这是亚洲地区的负责的人 他跟我说 你知道我怎么去解决吗 我不晓得 我告诉你 我去跟日本讲 他去跟日本讲 跟日本说 你来买 日本没有第二句话 一百亿美金马上抛出 马上把它收回去 收回去 那个做中国 他忽然之间时间味道去解约 了很多二十钱 结果日本赚大 所以你看这个世界上来讲 你说不管 今天中国拥有美国的多少公债 以美国的交易量来讲 三百六十五天里面 差不多只有等于美国那个交易量 差不多三天 他就能够消化掉 所以他缺很多钱 他根本就没在烦恼 而且现在他越欠越多 他越高兴 你看这一次国会有没有 一直在讲说 美国的公债啊 那个等级要降低 要把那个什么借钱的比例要升高 其实他还没有讲以前 我就知道一定会通过 一定会通过 为什么 美国这厉害在厉害在这里 他如果没有钱 他要印钞票 他自己印 这图中国国民党用过 台湾人吃过很大的亏 1949年6月15号 中华民国印新台币 一块钱换我们旧台币四万块 一块钱给你赢四万块 给你赢富翼 你赢富翼 一块钱给你赢四万块 所有的台湾人 所有的钱财 在那一次的兑换来 变成穷光丹 这个账我们要跟国民党算 他来的时候他的政策是什么 那个是日本有多的很多的米 很多的糖 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运不出去 因为海军通通被盟军控制 他运不出去 结果呢 他在1945年到台湾以后看到 台湾这么好串 全部都拿走 这些钱我们要算 当然我们不要讲太多 我们一定要算 所以这个我讲这 这两个简单的问题 给你知道 但是美国表面上欠中国很多钱 你听我听错表面上 我问你美国有在害怕吗 没有耶 他一点都不害怕 有一句话他们中国人说 他说 钱欠的 再多不愁 是不是再多不愁 有这句话 再多不愁 美国人跟中国人合的 你一直就 他变成中国 他没买他的债券 他贬值 他顺势越大 所以呢 整个世界的经济 坦白讲是控制在美国人的手上 当然这一方面 的专家是议长 我们张义长才是专家 我是不懂 我只有懂得政治方面而已 我所知道就是 他 前主席 欠美国的钱 三天美国就把他消化掉 这是我看过美国的机密档案里面所写 美国的 他花这么多钱 特别是在武力方面 他赢中国赢得很多很多了 因为我觉得 我们的 原民同胞 对这个打仗 很有兴趣 所以我今天要花一点点时间 讲中国跟美国的武力的差别 你觉得中国的武力很好吗 很强对不对 因为报纸写的嘛 表面上看起来 有航空母舰 还有什么 还有那个 舰20就是 隐形的F22 你知道那个隐形 22的飞机啊 被中国去把它copy了以后啊 他做了两架 叫做舰20 舰20这个飞机啊 比F22真正的飞机啊 长差不多4公尺20公分啊 飞机不是大架好呢 大架不好呢 大架为什么说不好 你知道它的什么东西 它的引擎 它的引擎是用米格 好像33的米格啊 去装的 啊结果呢 它在试飞的时候 只有15分钟啊 飞上去 飞一圈 然后降下 你知道美国有把它尖看 它尖看的时候怎么样 清清楚楚 清清楚楚 什么地方清清楚楚 引擎啦 引擎一个红点啊 在那里照啊 啊美国就告诉我说 那个是我们的标靶啦 打靶的时候有有一个 你飞机是看不到啦 但是有一个标靶 因为它的引擎啊 没有办法隐藏 这是美国跟中国两边的差异 同时呢 F22有一个故事 也不是故事啦 它不是有移房15架到琉球吗 有没有 你知道它15架移房到琉球的时候 塔台跟那个F22的驾驶员的对白很好笑呢 他说哇 我是F22 我是这个带头的领航的飞机啊 我请求降落 跟塔台讲 啊 塔台当然就把它报风速啦 怎么样啦 方位啦 怎么样啦 他都不回答 日本的塔台吓一跳呢 他说 哎 是不是出事情啊 结果走出来 跟他看 跟他看 要是我已经三架的 那个F22已经降落了 还有一架还在降啊 结果就意思就是说 这些飞机降落 塔台不知道啊 看不到啊 完全隐形啊 所以美国的空军的力量啊 到这么强的地步 15架的F22 其实这个15架 其中另外有三架 没有发现 三架 因为在夏威夷 这个夏威夷移房一个中队18架的飞机啊 到琉球 另外的三架 移房在哪里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你不要吓一跳呢 在清泉岗呢 清泉岗这一次的汉光演习 不是马路那个高速公路 不是封锁吗 有没有 封锁嘛 封锁一段吗 No 封锁两段 一段在新营那里 另外一段在那个 这个新杰家 靠近台中这里 两段都封锁 结果报纸只有写一段啊 第二段封锁啊 因为F22的降落 他没有停哦 一降落然后 飞机 只有在那个跑道上 滑到一下 然后马上升空 然后降落到清泉岗 结果飞机的引擎声音之大 从旁边的玻璃啊 终终进化 啊 还有 那个鹅啊 跟鸭子的肝啊 破裂 中华美国费很多钱 都不敢说 以前的汉光影时 你敢不听到说 飞机的引擎 把玻璃震破 没有 那就是F22 这个飞机数字之快啊 坦白讲你会想象不到 而且很重要它的引擎 也是所有的国家想要学学不到的 航空母舰 那家航空母舰啊 叫做航空母舰啊 我们在座所有的人都有一艘航空母舰 那一艘航空母舰多少钱 2000万美金啊 那是1983年制造 它本来是跟苏联合作嘛 说五年 五年的时候花了五亿啦 到1988年 苏联解体 解体以后呢 没有钱继续做啦 结果就把所有的东西全部拆光 同时把它的引擎啊 爆破掉 爆破哦 东西被你爆破以后啊 你要把它恢复原状没有那么简单啊 特别还有一个消息就是说 在上个礼拜啊 苏联正式拒绝跟中共 跟中国合作 把航空母舰的尝试告诉他 啊如果我看了这条新闻啊 我可以正宗的告诉各位啊 那一艘航空母舰啊 已经变成游艇了 海上游艇 各位将来有机会会坐到海上游艇 现在整航空母舰 它买来以后啊 第一个问题是出现在哪里 钢板 你不要看那个航空母舰的钢板 它没有办法做 中国没有那个技术 台湾也没有那个技术 那个钢板啊不是普通的钢板 而且还有一点 那个航空母舰最重要的是要承载什么东西 战斗机 以这个中国的那一艘航空母舰啊 它可以承载的是30艘的战斗机 美国一般的航空母舰可以承受几艘 几艘的战斗机你知道吗 85艘了 85艘了 中国那艘航空母舰 它要让飞机要起飞的时候啊 它有一个 现在用蒸汽哦 你不要看那个那么简单 飞机啊 要起飞要降下来 两个都是非常困难 而且很不容易的学问 长才304公里 公尺 飞机滑行304公里 滑不起来了 飞不起来了 你看看美国的飞机 它有眼 你航空母舰 它用蒸汽 它刷 刷到它差不多离开 那航空母舰的那个跑道的时候 那个引擎这么咬下去 然后飞上去 中国练习好几次 我们的所得到的机密档案 它这个飞机 跑跑跑跑到最后 飞不上去啊 掉下来到了十几艘 它没有能力啦 还有一个东西更可怕 它没有办法降落 那个飞机速度很快对不对 降落的时候 那个屁股有一个勾勾有没有 它没有技术了 那个要know how呢 要学问呢 要有机器能够把它挡下来呢 所以那么快的飞机的速度啊 中国做不出来 啊 过来 我这样随便讲它三个缺点啊 第二个缺点 航空母舰啊 因为体积很庞大 所以它的雷达 要让一般的雷达要找这个航空母舰 要让你找不到 怎么样找不到 假设啦 假设说 我是航空母舰啊 我的位置在这个位置 你在你的雷达上面看到我的位置不是这里 看到我的位置啊 可能在我们驿长那个位置 它有那种防护网 雷达的防护网 中国没有这个技术 所以你如果说要打它 要打这双航空母舰 你是打到那个位置 你打不到它 你不要以为说它体积很大 你打不到 所以现在的这个中国国防部已经正式宣布了 它那一艘航空母舰只是什么 只是练习用 啊 如果练习用的 不用花那么多钱 不用花那么多钱 而且这一艘航空母舰里面 它到今天为止里面装备不齐全 引擎 那个引擎啊 本来的动力啊 也是到后来才改装的 所以那一艘你不要去担心说 这一艘以后中国会多抢 那是报纸所讲的 不早说的都没准 你要看以后啊 这一艘我认为啦 我个人认为啦 不久以后会出事 那不是说拨中途 拨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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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拨 大概也不会跑很远 所以那一艘航空母舰对台湾的影响等于零 那你看看哦 如果中国有那么强 他有没有办法对付台湾 哦还有一件事 你知道全中国现在军队有几百万你知道吗 他有七大军区还有一个二炮 然后三个舰队 这么多人大概在五百到六百万人 五百万到六百万他的大学毕业生有多少人你知道吗 你要试一下吗 不是五万也不是五千 只有五百 大学毕业生五百人 中国的部队是几岁当兵 十六岁当兵 他以前认为说 年纪越轻的年轻人来当兵他越喜欢了 结果现在错了 现在当兵是要用头脑 如果头脑不好去当兵 所以现在不用吃很多兵的 你找了越多的兵 你浪费粮食越多了 没必要 要头脑 头脑很清楚的 看得懂英文的 看得懂俄文的 那个仪器那么操作不是那么简单 整个的仪器的操作 你跟他说电脑就好了 在座会电脑的你举手看看 也要点脑 会电脑的有没有你请你举手 你也比较勇敢的走我看看 这样而已 手放下来 这样我就头痛了 我本来要跟你说 等一下要介绍台湾民政后的电脑 你有手机手机会打那个 打那个什么 简讯的会不会 会打会打简讯的有没有举手 手机会打简讯的 哦 那你们的手机的功能是什么 只有打电话而已 好可惜 你们要学了 糟糕了 我这次忘记 请我们的那个 排一堂课叫做那个 手机的简讯要教你怎么用啊 这个下一次 你们有空来补讯啊 我会给人家怎么用啊 好 没有关系啦 那会不会用电话 会用电话嘛 手机会不会用 哎有手机的举手看看 有手机的 都无人啊 好 我们以后跟你联络啊 会用 会用简讯啊 还有用那个什么 用那个 电话 我希望你们啊 都要会用那个简讯 简讯如果不用用啊 请你的朋友教你 好不好 这个很简单嘛 好 再来 我今天要讲的就是 中共的 现在的部队啊 当然只有 五百名的大学生 那只有靠这五百名的大学生 要操作那些先进的 科学的仪器啊 不可能 你说中国会不会打台湾 我跟你讲 百分之一万 不要讲百分之一万 百分之一百 绝对不会打台湾 所以你们要想当兵啊 没有机会 没有机会啦 绝对不会做兵啦 不用烦恼啦 尤其参加民政府 不用当兵 这个我跟你跟你保证 因为台湾是占领区 占领区不用做兵啦 这个 这一点 我要希望 大家受完讯 回去 跟你的 我们的原住民的同胞 要讲啦 台湾民政府绝对不会 要你来当兵啦 绝对不会 你可以放心啦 因为现在我们的兵要谁去当 谁要替台湾当兵 谁 马英九 他太老了啦 不要啦 谁 美国嘛 你们整天你上海上海都不记得 美国占领台湾 美国要负责台湾的安全嘛 所以美国人要替台湾人当兵啦 这样算很了不起呢 美国人在过问 我们现在盖的那个什么 那个守卫室啊 就是美国人要帮我们看守卫 所以各位 我们这不是讲假的 我们是讲真的 所以今天很要紧 所以今天很要紧 说到这里了 我就要再说回到我的主题啦 我今天的主题啊 要让我们所有的原民同胞 知道事情啦 10月25号不是光复节 为什么不是光复节 为什么不是 为什么不是光复节 我是军事占领的 因为台湾没有打胜仗嘛 台湾没有打胜仗 不是我们高砂族同胞的问题啦 因为美国投了两颗原子弹 在日本啦 因为投了那两颗原子弹啊 让日本投降 台湾很倒霉 因为台湾是日本的一块土地 所以台湾也打败仗 打败仗以后要怎么办 就要让人家来占领嘛 如果说依照战争法的话 谁打败仗 谁打赢了 谁来占嘛 中华民国有没有打胜仗 没有嘛 一会日本人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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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四川耶 他差不多已经要灭亡了耶 结果呢 看到美国投那两颗原子弹 很高兴啊 人家是美国打赢了 他也说他打赢了 他是打败仗的战胜国啊 这个打败仗的战胜国哦 你去外面讲话听没人听到啦 打败仗又战胜国 就是中华民国 他打败仗 可是因为脱了美国的福 他变成战胜国 因为美国打败了日本 等于美国打败了台湾 麦克阿瑟在1945年9月2号 发布一般命令第一号 让蒋介石 我现在讲的不是我自己编的耶 那个条约上面都有耶 蒋介石一般命令第一号 第二条里面规定 让蒋介石不是中华民国 蒋介石来台湾这块土地上面 来接受日本的投降 人家日本是向盟国盟军投降 不是向蒋介石投降耶 是中华民国的教科书里面 告诉我们说 日本向中华民国投降 那是我不好意思骂 那个是胡说八道 在碰红的啦 人是那条线皮 这里面好像不晓得 有没有那张相片 当时的公会堂 就是中山堂 有四张国旗在上面 有美国有中国 有苏联跟英国的旗子在上面 这个是在密书里建上面的投降 台湾的部分 台湾的部分是向盟国投降 所以今天的中华民国在讲说 他有台湾的什么主权啊 是时常要用这句话来讲啊 因为日本是向他投降 他是这样讲 其实不对了 他是向同盟国投降 因为美国打胜仗 美国就跟中华民国讲说 来你代替我去台湾管辖去占领台湾 但是你占领了以后 你要离开呢 那个时候的中华民国 在台湾有设有了两个机构 第一个叫台湾警备总司令部 你记不记得 台湾警备总司令部 这个就是什么东西 这个就是军事政府 就是美国是美国进来的话 直接进来的话 就是USMG来 United States Military Government 军事政府 美国军事政府 但是中华民国代替美国进来 他也设军事政府 叫做中国军事政府 但是他把名称叫做台湾警备总司令部 另外一个组织叫什么 叫做台湾行政长官公署 这个台湾行政管长官公署 在战争法里面叫做什么 台湾平民政府 但是前面是中国 是台湾的中国平民政府 以后这个台湾中国平民政府 一定要转型变成台湾民政府 今天我们设的就是台湾民政府 在这里 我们是按照战争法 按照国际法 我们有七个政党 自己组织 然后向美国宣告 我已经成立 按照战争法成立了台湾民政府 在2008年的2月2号 成立了以后 我们向全世界上194个国家 就是宣告 怎么宣告 通通有email 给每一个国家的外交部 我告诉你们 我们台湾民政府已经成立了 成立到今天为止 总共有三个国家 承认我们台湾民政府 其中有一个国家是谁 日本 日本在今年的4月28号 我们去抗议以后 他给我们一张回信 这个回信的上面就写什么 台湾民政府 文书啊 外交外务省的啊 台湾民政府 另外还有两个国家啦 两个一个叫做巴布亚新菊内亚 那个是一个小黑人国家 那个小国家啊 他是留日的 因为我也是留日的 所以这个总理曾经打电话给我 他说我们来承认你们啊 你们要不要给我们援助啊 我现在没有钱怎么援助你 他说中国一年给他2000万美金啊 那我说这样子 等到我有钱以后啊 再来说啦 现在至少有电话有联络 已经有表示 另外一个是欧洲的一个小国家 这表示说全世界上已经有人知道台湾民政府到底是什么东西 我今天还是昨天 昨天我有发一张 我们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内政部解释台湾民政府的说明给你 你有看到没有 你有没有看 你看得懂吗 看得那个有没有很放心 当然放心了 为什么 因为台湾民政府是按照国际法所规定的成成立的民政府 如果说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已经承认台湾民政府是按照国际法的话 台湾民政府接管政权是早晚的事情 确实是早晚我们会接政权 因为我们不是非法的 我们是合法的 那所以问题就再 再来就有一个问题要问各位了 美国所讲的 你们准备好了没有啊 各位在座的你们准备好了没有 现在政权解给你了 这有人一直在讲啊 那马英九好可恶啊 我把马英九抓起来 美国同样的问题啊 也回答给我 ok 我五分钟就可以把马英九抓起来 下面呢 过过了 马英九抓了啊 再来呢各位 啊过来要怎样 对你们准备好了 好了没有就是这句话 美国已经有两次公开的讲哦 我们要消灭中华民国只要花五分钟 谁讲的就是在香港 美国的领事馆的一个官员讲的 还有一次是美国的国务院所讲的哦 我们一直在闹他的时候他自己讲啊 消灭中华民国很简单 我五分钟十分钟帮你解决 但是问题接着下来怎么办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坐在这里 要经过三天两夜的训练 要训练什么东西 你的头脑要清楚啊 你如果头脑不清楚 你在跟美国谈判的时候 你就完蛋了 为什么完蛋 你坐下来说 我们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那谁理你啊 今天还在军事政府占领中 你说你主权独立 联合国哦 是一个讲究 不是说讲究实力啦 是讲究法理的东西啦 你如果不是一个国家 你看联合国 意思是什么 所有的国家联合起来的一个地方嘛 对不对 那中华民国也好 台湾也好 都不是国家嘛 啊你不是国家 你要怎么样才能够进去联合国呢 一辈子都不可能 所以如果还有人在鼓吹说 进入联合国加入联合国 那都给你骗 骗什么 捐钱啊 捐钱给我啊 然后我可以去 美国玩一趟啊 啊玩一趟 回来以后我找一个借口 什么借口 什么借口 你知道吗 他如果说不能进入联合国 他跟你讲借口 是什么你知道吗 中共打压 没有错 回答的很好 没错的事情都跟你说中共打压 中共没有那么力量 没有那种力量来给你打压 中共他其实他很清楚耶 我跟你说 1997年 2007年的时候啊 中国看到我在告美国的时候啊 中国开始紧张啊 他紧张他下量 他力量很大 他下量南京军军区的司令员 然后底下组了83个都是博士 包括武汉大学 由武汉大学来主办 去研究战争法 2009年这本书他印好了 印出来 他研究的结果 跟我研究的所有的内容 通通一模一样 可是只有台湾的问题他没有写 所以我告诉你 今天中国那些高层 已经百分之一百了解台湾的法理地位 所以自从我们研究这个台湾地位以后到今天经过两年多了 中共的高层从来没有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我很注意耶 现在会讲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只有两个人 一个人叫做那个中共的那个参谋总长啊 叫做陈炳德啊 因为军人一般都没有念书嘛 头脑简单嘛 还在 还在像那个政治学习嘛 他认为说 我只要喊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啊 然后呢 他就可以跟中共中央多要一点钱 尤其是你骗钱 美国的官方啊 美国的军方也是一样 你明明美国的军方的武器已经那么强了 偏偏放一个空气说 哦 中共的武力现在也很强啊 他的航空母舰怎么样 其实这些航空母舰的讯息 是你美国国防部给我耶 你说那个怎么样怎么烂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我看到你发表说 美国发表说中国的航空武器啊 现在很可怕了 那个根本没有办法打飞弹的东西很可怕 这是政治上在操作 因为他要钱啊 做一个国防部的部长 做一个国防部的部长 一定要把国家领钱拿钱嘛 中国一样 美国也一样 有一句话很经典 美国的国防部的一个人告诉我 你听清楚啊 他跟我讲Roger 我英文名字叫Roger 他说Roger 你看过 星星掉下来过吗 你听我意思吗 你看过星星掉下来过吗 你们看过吗 你们看过吗 有啊 真的啊 流星 其实他讲星星的意思是什么 他肩膀上面的星星 三星四星两星 有没有掉下来过 没有 可是 美国的总统每四年换一任 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 他在跟我讲啊 他告诉我 美国的国家国防政策 是我军人在做决定 你美国总统也没有用 了不起你当总统的时候 你把我撤换 可是撤换 你把我调职 也许下一任又把我调回来 这件事很多 所以这一件事情 美国 只要美国的国家安全单位 美国的国防部 他所决定的政策 美国的行政单位 没有办法去更改 我再讲一个例子给你听 希拉蕊 在当选之前 不是当选 他将国务卿以前 他竞选美国的总统 对不对 他有一次 在美国的一家大学演讲 他怎么讲 啊 台湾是他们 两边中国人的问题 我们不要去管 他句话还没有讲完哦 他讲完以后啊 下来 走下来啊 国王部马上第一个挑子给他 上面写什么 台湾是美国 美国的占领区 是属于美国的一部分 希拉蕊 吓一大跳 从那个以后 他马上说 啊 我那个演讲可不可以改 要改那个演讲稿 他不行 那已经进电脑了 所以那一段演讲 后来都没有公布 所以这句话很清楚 美国的国防部 美国的国家安全单位 已经认定的非常清楚 台湾是因为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被美国所占领的一块主力 到今天还没有解决 其实也没有解决 已经解决了 平常我在文章里面写说 台湾地位未定 台湾还没有解决 那是为什么 因为 我如果讲说台湾问题解决 给一般的民众看啊 他们看不到 真的看不到 台湾的问题解决 怎么样解决 你知道吗 我现在是算是跳级啦 来告诉你台湾怎么解决 我已经 已经把所有的秘密告诉你了 马关条约里面 是大清的皇帝 割让日 台湾澎湖给日本的皇帝 皇帝对皇帝喔 不是大清政府对日本政府喔 不是喔 皇帝是皇帝 政府是政府是不一样的单位耶 政府会换耶 皇帝不会换耶 皇帝把台湾澎湖交给你 所以台湾澎湖的所有钱在谁的身上 在谁身上 天皇身上啊 1922年2月6号 请你记住这个日子 1922年的2月6号 这一天啊 曾经有一个 有一个财经协定 就是华盛顿财军协定 那个时候全世界上有9的 比较强的国家 有那5个比较强的国家呢 在那个地方啊 划定军力 你可以做几艘军舰 你可以做几艘 几架飞机 你坦克车可以几架 那这个合约里面的第19条 全世界上已经公认 这些9个国家都认为都公认 台湾澎湖是日本的领土 条约上清清楚楚啊 所以今天像类似这一种条约 没有人愿意讲 中国不会讲 中华民国更不会讲 里面很清楚 今天他们在哪迷糊上 可是美国呢 他可恶啊 他其实他很清楚 所以美国 会跟他说 他一点都不担心啊 他不担心 台湾会让你中国拿走 绝对不会 因为所有的条都清清楚楚啊 你如果上我们的网站 你会看到那个 1922年2月6号的那个财经协定 19条 我们已经对台湾的地位 已经分析的非常清楚 我今天如果讲 对外面的人讲说 啊 台湾是日本的 可能有一部分人很恨日本人 会丢我的 特别是中国人 会丢我的鸡蛋 我们严格来讲 杀台湾人的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 228 是中国人把台湾人当成日本人杀 啊 其实真的那个时候是日本人啊 228他是在杀谁 杀你战败国的台湾呢 啊 台湾人自己实在是不争气啦 真的是台湾人是热 热脸颊去贴着中国人的冷屁股啊 百般的巴结 结果是被中国人杀 那些中国人 国民党来教我们说万恶的共悔 可是请问你一件事啦 中国共产党有杀台湾人吗 我想不呢 当然我讲这个话 你不要害怕 你不要说 你是不是在替共产党讲话 不是 我很讨厌 共产党至少他把我的财产没收了 你忘掉了 七亿五千年我常说给你听 全天我讲给你听过啊 我很恨啊 当然恨啊 但是有一天我又要回来 我们等到台湾自治的那一天 那时候美国当我们的保护国的时候啊 我就去要了 我到时候我又怎么要 我打国际官司啊 所以放在那边没去啦 他现在在帮我经营 我五间学校 听说我现在呢 学生很多呢 很好啊 做得越好越好 等到到时候要返国的时候 最好有几十万个学生啊 其实我那时候办学校 就想要在那边教育 然后把学生送到北大什么地方 有一天当了江泽民或者胡锦涛啊 我就不得了 但是我这个计谋被他看破了 把拿走 我说没有关系啦 总有一天我会要回来 这先放在旁边 现在台湾比较要紧 台湾既然在国际地位上已经这么清楚 尤其在旧金山和平条约里面第二条 日本政府放弃台湾的主权权利 就是 write title and claim 后面 它是这样写 原文是这样写 japan 日本 这个japan的地方叫做什么 日本政府 renounce 放弃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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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 write 我们这些年轻朋友念过英文的 都应该很知道 all all 后面的字啊 要加什么 s 对不对 复数嘛 可是没有呢 条约没有加s 所以write title and claim to formosa 这一句话的意思 在1963年 吉田茂写了一本书 叫做the world in japan 清清楚楚讲 我日本没有放弃台湾的主权 我只有放弃台湾的主权权利 那有权利就还有一个叫什么 义务 那个义务在万国公法里面就是怎么样 那个义务是没有办法放弃哦 义务是不能放弃哦 什么叫义务不能放弃 好像说 你生了一个儿子 假定说假定我的儿子啦 今天我的儿子在这里 我很讨厌我这个儿子 或者我赌输了 我赌输了好像不对呢 赌输不能卖儿子吧 反正我生了一个儿子 那我不想要这个儿子 我把他 不去管他 可是这个儿子 如果有事情我要不要负责任 20岁以前 以他流亡政府的法律要负责任 美国的法律也是一样 未成年之年我要负责任 再讲一个更简单的 你们比较有兴趣听的 我有一栋房子很大 我们这个中央会馆啊 用中央会馆来讲 我们这里很大 那个一年的税金很多嘛 对不对 我搅不起啦 反正说一年的税金要20万 我搅不起 搅不起怎么办 那我就宣布 我不要了 这个房子我不要了 我不要这个房子了 请问 如果税金处寄了一个税金 税单来的时候啊 要给谁 我说我已经宣布我不要了 那这个税单会给谁 会给你吗 你要抱我脚吗 当然不会嘛 这个税单要给谁 还是要给我呢 还是这个税单会给我呢 这就是义务啦 就是神圣不可分割的义务啦 这就是义务啦 今天台湾 已经变成日本的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虽然日本政府放弃它的管辖权 可是这一块土地的义务还在啊 所以美日安保条约就是包含台湾海峡在里面 全世界没有人抗议 所以就今天和平条约啊 坦白讲台湾地位已定 以这个论点来看啊 是已定 那个已定以后 我们台湾人要怎么走 很厉害喔 去年的9月8号 我们去美国参加那个酒会 虽然我没有去 但是国家安全单位跟我们讲一句话 你听清楚喔 当时听到这句话 有人不一定听得懂 可是我讲得很清楚啊 他说 今天我们美国已经替你们台湾人开辟了一条路 替台湾人开辟一条路 不过台湾人要建国 哪怕我们今天也不能够先把台湾直接交给你台湾人 我们先要把台湾怎么样交还给日本天皇 然后日本天皇如果定了一个分离条款 台湾才有可能建立自己的国家 你们很震惊 当然很震惊 坦白讲 我平常上课这一点我是不太讲 我不讲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大家的头脑啊 不够聪明 可是今天我觉得我们原住民同胞啊 比较聪明 各位脑筋比较坦率 比较聪明 所以我可以跟你说 我跟你说这样的理由在哪里 美国因为今天还把台湾管制在他的手上 我估计啦 两年到三年 美国会把这个秘密啊解开了 但是在座现在你今天已经听掉我所讲了 两年到三年之内 美国会把台湾真正的地位解开了 所以在今天的台湾 美国一直鼓励我们 里面早一点做准备 台湾人都没声音 400年来台湾人没有声音耶 你不要看那些民进民进党也好 什么台独联盟啊 那些人根本没有再替台湾讲话 他是替中华民国讲话 替中华民国讲话 替中华民国讲话 台湾人会出拓吗 没出拓 原住民还是原住民 还是被欺负 还是土地 都是发给你一些不能公正的土地 你们不要觉得吗 只有剩下46万 46万再接着下去是怎么样 被消灭 难道原住民同胞都没有头脑 没有那个意志都没有吗 我是希望说由于我们的培训 能够有原住民的同胞 能够跟我们来一起研究 我相信喔 今天本土台湾人 和国外要聚集 就是说这个土地是我们的土地 但是这个土地 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吗 法理上是讲不通的 因为我们没有所有权状 所以我们大家来合作 因为缺了原住民这一块 台湾还是不行 不是台湾啊 台湾人一定要跟本土台湾人 跟原住民这一块加起来 才是真正正正正叫做台湾 那我们有这一块以后 我们联合再像什么 像日本要求你要定立分离条款 或者用邦联 我不属于你日本管 但是在法律上我是跟你邦联 所谓邦联就是common will 我们这个邦联 因为中国在最近的半年之内 有透过很多关系一直在游说 跟我怎么讲 他说要不然我们中国跟你台湾 来变成邦联 我说no 我说没有不可能 因为法律上来讲 台湾跟中国是毫无关系 你在1895年马关条已经切得干干净净 跟中国已经毫无关系了 不管你是你的人种是怎样 那是另外的一回事 所以这一点 大家的头脑一定要很清楚 所以我在这个地方也要再鼓励各位 因为你只有听我三 这两节课而已嘛 四个小时不够 要怎么办 你要买书 这个买书 我不是说我在卖书 不是这个意思 我说那一本新台湾论 我请你一定带回去要看 要不然要让你的孩子看 我里面每一点 那一本书是日本包括外务省 派人到台湾都在学那一本书 我里面的法律包括南海论法的时候 当时希拉蕊透过CIA跟我讲 她说要我写一篇南海论法的文章给希拉蕊 差不多三个月之前 两三个月前 后来在上上礼拜 其他人果真跟中国怎么讲 你如果要讲南海 你中国要拿出法律证据 来证明说南海是你的 结果中国怎么讲 她说我们不讲法 我们来讲历史 历史上啊 南海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土地 美国说美国跟我说 拜托耶 那你如果这样说欧洲也你的 全世界上都是你的嘛 援朝的时候打到欧洲嘛 对不对 全世界上都是你的 全世界上都是你的 如果要这样就没有战争法 战地为王是中国最最差劲的一个原则 谁打那个土地打下来 谁就是那一块土地的老板 那是以前的观念 在1830年184年 拿破仑以后 就已经没这关观念了 一切依照法律 这个世界上的法律啊 第一个叫做自然法 自然法又叫做law of nation law of nature 自然法 这个自然法 什么叫自然法 人家说可以上帝的法律 例如啦 人都可以有生存权 这是上帝的法律 第二个就是万国公法 law of nation 万国公法 万国公法以下就是其他的条约啦 所谓的条约啊 这只是万国公法 万国公法底下 所以所有的条约签进的时候 也不能够超过万国公法 例如神圣的领土不能够分割 只有殖民地才可以分割 万国公法来写 写的清清楚楚 台湾本来是中国的拓殖地啊 那既然是台湾是中国的拓殖地 当然那个时候中国打败仗 把台湾割让是合理的 就像美西战争在1898年打输了 西班牙打败了 在1899年把波多利克官岛古巴跟菲律宾割给美国 一样的道理 所以今天你也许听起来会觉得 因为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过这些东西啊 你没有听过不表示没有存在这些东西啊 是存在的 是中国国民党不要你清楚 不要你知道很可憐耶 到今天为止 我不知道我们现在这些学生有讨法律系 我问过很多念法律系 我说旧金山和平条约你们有没有念过 没有耶 你看我看我 中华民国的大学的法律系不教旧金山和平条约 旧金山和平条约是决定台湾的地位 决定台湾的前途的一个条约 他不教 他只有教什么 马关条约 然后马关条约他后面就教你什么 开楼公报 1943年12月 然后开楼公报就跟你讲说 啊那个时候啊 日本已经得到了 这个台湾已经被中国拿回去了 世界上没有这种事情 开楼宣言里面 我已经我前天我讲的例子 我再重复一次 如果我今天跟你讲 我从口袋里面掏出 一张彩卷 如果这张彩卷中奖了 我分给你一半 啊如果真的中奖的时候 我一定要分给你一半 在法律上是这样 可是 如果今天我告诉你说 我等一下出去外面去买一张彩卷 如果中奖我分给你一半 结果中奖我可以不分给你 这意思你们听到没有 你们懂不懂意思 因为第一次第一个条件就是 我口袋里面有 这张彩卷本来就是属于我的 那我跟你讲说我要分给你一半 这个时候我要履行我的承诺 另外讲一张在外面的 我在外面还没有买的 就正如说 那个时候台湾是日本的 结果美国中国跟英国啊 在开罗宣言里面说 如果打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打赢的话 我把台湾交给你中华民国 因为日本不是属于美国 也不是属于中国 也不是属于英国 所以你用别人手上的东西 来当做条件 这一种怎么会是条件呢 台湾有一个位 台湾人的军头部去招酒塞 同样的意思 有那种在里面 明基台湾是日本的 结果我们三个人说 说要怎样的时候 我那个披露给你 可以这样吗 当然不行吗 当然不行吗 对不对 这个很浅显的道理 大家这样听 妈总就知道 所以这个开罗宣言 不要说他有签字没签 他没有签字 也没有尊重 有尊重 在西方世界握手 代表签约 美国为什么到后来 不愿意把台湾交给中华民国 是因为韩战 1950年6月25号 韩战爆发 6月27号都能宣布 台湾地位中立 派第七舰队 在台湾海峡巡航 这意思就对了 就是说你既然你中国 已经违约入侵北韩 从北韩入侵南韩 你已经违反你当时在开罗宣言 所讲过说 我不会侵略其他的国家 你已经打破了你的承诺了 当然我开罗宣言我不要看了 所以1950年以后 韩战以后 美国加速把既然和平条约签好 而且在签约的时候 杜勒斯去日本 这里还有一个小故事 杜勒斯去日本的时候 跟那个吉田茂 谈话 他还有一个秘密管道 跟日本天王谈话 这仅仅在秘密档案里面有 那个时候啊 吉田茂坦白讲 他是想说 快点我讲台湾啊 把它划归给你美国好了 但是 日本天王不愿意 我有看到这个秘密档案 但是这份秘密档案 我今天还没有写 我以为我还不想写 因为美国如果说 今天他还不发表 我想这个秘密档案 我现在不能发布 在秘密档案里面 杜勒斯跟日本天王 见了三次的面 杜勒斯 日本天王一直希望说 你美军要在 我日本驻扎 因为他也在怕韩战爆发 是不是共产党 会打到日本 把日本占据 然后把日本天王消灭 因为这样的关系 所以日本天王是希望 日本岛上面美国在那里驻军 可是吉田茂是不希望日本 被美国驻军 这个是秘密档案的东西 我可以理解到日本天王他的想法 因为日本天王他想说 如果你美国在我日本驻军的话 共产党打不了日本 可是吉田茂呢 他那是想说 我是能够希望你美国赶快离开 离开我日本 这样子我吉田茂当一个首相 能够发挥我的所有的政治力量 比较有好处 所以你看 天王跟首相之间的意见不一样 这台湾都没有人知道 全世界没有人知道 这是他的机密档案里面 给我的机密档案里面 我看到的 所以当时这种政治上的生态 就是这样不同 问题一堆 吉田茂当时也没有考虑到台湾 日本天王倒是有比较考虑台湾 日本天王也写了一封信 给麦克阿瑟 要求麦克阿瑟 把琉球群岛啊 托管 因为他只要认为 美国来托管琉球啊 琉球有一天啊 一定会被日本收回去 因为本来在波士坦宣言里面 讲得很清楚 日本只有能够维持四个岛 本州 北海道 四国 跟福岡 这四个岛 他没有允许他有第五个岛 第六个岛 在以前 日本在统治的时候啊 日本是把台湾当作他的第五个岛 所以日本把台湾当成第五个岛 同时日本要跟谁 跟韩国联合 不是韩国 琉球 所以后来把这个琉球收回去以后啊 各位 我当时在想 如果美国能够把琉球交还给日本 很有可能 台湾也会还给日本 可是我们是希望不要还给日本 台湾能够完全自治 因为我相信呢 还是有很多人不喜欢把台湾交回去给日本 我们台湾人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够讲说 台湾人自己管台湾人好了 所以台湾的问题有一点复杂 可是在我有点复杂里面啊 中国国民党跟中国共产党两个人就在利用 台湾人不知道的情况 制造很多的谎言 让他们的台湾的管辖 以为是合理的 前不久 如果 红其昌代表民进党 也是代表蔡英文去访问中国 跟中国谈条件 谈了三个条件 我怎么会知道 美国CIA告诉我 而且我有在文章里面发表 他这三个条件是什么 第一个 红其昌跟他讲 他们希望中华人民共和国能够承认中华民国 第二点如果民进党 第二点就是希望中国不要干涉这一次的穷统选举 第三 如果民进党能够得到中华民国的总统选举以后 他们愿意把这一块土地交给中国 我说的不说的过头 我当着这个讲 如果我有乱讲 你红其昌你也可以告我 后来隔了没有多久 文章发表以后 记者 中国的记者 中平社的记者去访问洪其昌 洪其昌自己承认 但是他没有讲这三点 他讲说我有去 所以你看看 美国为什么会非常害怕 和民进党掉 如果民进党掉台湾会不会去 比国民党掉更加害 你不相信你看我我今天所讲的 国民党会演还是民进党会演 绝对是国民党会演 会输多少 一百万票 怎么会那么多 我算给你听 五都选举 民进党号称说他赢了中国国民党 他赢了四十万票 对不对 你知道五都选举的时候高雄的杨秋星 他得到是四十一万五千票 最重要的是南军支持他 百分之七十是南军给他的 大概有三十万 所以四十一万票减到三十万 大概还有十一万 刚好清明党和新党他们有七席 刚好是十一万票 所以在五都选举里面 民进党没有赢 那你看看没有参加选举的 桃园 新竹 彰化 苗栗 云林 嘉义 屏东 这七个地方 这个七个地方 南军比较强还是绿军 南军强 大概差多少 一百万 你看嘛 最近昨天我曾经看那个电视新闻 有一个调查 他调查里面说什么 他说马英九33 民调33%了 蔡英文28%了 宋楚瑜10%了 宋楚瑜如果参选他还有10% 你这个蔡英文才28% 就已经输掉5%了 国家上10%下去了 我说不几十一百万 两百万 民进党 既然你选不上 你为什么不要反向思考 转过来拒绝投票 你只要拒绝投票 让投票率在50%以下 美国就会出来 我们不愿意这个管辖我们的中华民国啊 他为什么不肯这样看 后来美国也问我 美国问我 我说太简单了啦 那个30块 我们 张议长所讲那个30块 什么30块你知道吗 你听到吗 什么意思 什么30块 对啊一票30块 我有条我没条 我都能赔30块 那个是很可恶耶 我们去投票 结果 不是应该 这个30万应该发给投票的人才对呢 你有怕六港吗 国民党会接去怕六港 那么多三十块 是 不管你得到几票 你得到一个一定的比例啊 你就可以分3030票 30块钱 五百万一亿五千万 剩下一个历子那里呢 你看吗 民进党所有链子的人 哪一个人没有把那个钱 放到他自己的口袋 对一个人没有 全世界无尊重的法论啊 真的没有啦 生目标不要看的啦 啊知道臺灣人知道嗎 臺灣不知道 臺灣都猛猛啊 送錢去給他們啦 啊又將臺灣出賣啦 我們的下場是這樣 你們有想過嗎 做到美死的 我知道 我們這些動機也是一樣喔 做到美死的 做工做到要害的 酒頭更到要害的 更到頭要弄的 啊又回票 又給他拿錢 各位這不公平嘛 你沒看嗎 原住民這麼長久以來 原住民的領導人在哪裡 真的 我有時候喔 講到這個地方喔 很痛心 這裡臺灣喔 是需要大家 如果我們這一代不起來 我們沒有下一代 我們從今年的 二月開始 培訓 大概有13期 普通的有11期 大專生三期 原住民第一期 八百個人 其實坦白講喔 我們都很累 我們也希望說 美國所要求的四千個人 我們很快的能夠達成 可是今天我是覺得喔 臺灣人還沒有覺醒 要說不知道 自己覺得說 什麼人通緝也一樣 其實什麼人通緝是不一樣的 絕對不一樣的 百分之一百不一樣 我們如果臺灣民政府 我們自己通緝 我們自己 十八歲以上 我們每一個人都有一間房子 我們大家都有職業 都有收集 我們 政府的官員不會貪污 不會說喔 豪爺的 豪爺到要害 阿山的賺到要害 賺到幾乎 賺了 但是臺灣人也知道 臺灣人祖書 這點喔 日本人也幫我們照 歐多神輩 你應該我聽過 第三任的民政長官 他說什麼 通緝 臺灣人很簡單 包括萬族 萬族民帶來的 臺灣人的敵性 這三項你把歐勒 你把你知道了 就能夠改革所有的一切 臺灣人怕死 臺灣人愛做官 臺灣人愛錢 疫情一包米燒粉 那票就跑了 所以有時候想 我有時候想 有時候我自己想一想 會覺得說 啊我們 我們這些民政府 在幹我們 來拚到 那是我們什麼事 那有可能說 因為我們的外的小孩 各位我的小孩都在美國 我們所有的這些幹部 我也希望說 我們的原住民的 所有的朋友 都可以加一個民政婦裡面 我們的共同 來將臺灣這個土地 做得好 你說好嗎 好 不是說好就好 要真真正吃 要拿出決心 例如 下一屆的原住民的培訓 在9月份 9月10號 11號 12號 9月12號 剛好是中秋節 總理大臣 你跟我說 我們的原住民同胞 禮拜天都希望能夠做禮拜 所以呢 我也說 那我們來改變 碰到禮拜天的時候 早上的8點到9點 我們就在這裡做禮拜 啊不是基督徒的 我們到樓下的會議室上課 你說這樣好不好 可是你又沒有參加的好 你的朋友好不好 對不對 你看喔 我們坦白講喔 我們現在不管在做什麼事 我們都會想到說 我們原住民同胞 他們的生活習慣是什麼 我們希望能夠跟他配合 大家共同 不要去分彼此 中國人已經將我們台灣 本土台灣人 跟我們原住民同胞 把我們分離的差不多了 我們不能再重計 要站起來了 400年來沒有建立過自己的國家 那種痛苦 比以色列的人 我們還要痛苦 大家 台灣人喔 皮皮啊 尤其是有時候我就聽到說 誰統治都一樣啊 聽到這種話 真的會掉眼淚 誰統治都一樣 絕對不會 所以呢 今天我們在這裡上課 有這個機會 我要讓大家很清楚 美國政府也委託我們 將每一個人送給你一面的旗子 我自己希望 我自己希望民政府的旗跟平民政府的旗 這兩隻旗子加起來三隻 請你回到家裡 要把它掛出來 這是我們民政府這些幹部 非常小非常微不足道的一個小小的要求 你說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啊 可不可以啊 很小的要求 你只要掛起來 不會有人找你麻煩嗎 找你麻煩 我就教你怎麼回答 你就問他一句 啊美國不是中華民國的盟友嗎 我相信 要找你麻煩的 嘴都店員 其實你掛這個美國 美國的國旗 民政府的旗子 跟占領旗 所代表的意義是非凡啊 美國他會看得到啦 美國會知道說 哦原來台灣人是這麼樣的歡迎 我美國直接占領台灣 然後占領台灣以後 再把這個占領權還給台灣 我們才有出頭天的一天啊 你說這樣好嗎 好 好 好 欸那個你們的 那個高山族的那個好嗎 怎麼講 海啊 海啊 海不海啊 海域 海域啊 哦那是阿美族的我知道 不能講光是阿美族 另外呢 在最後的15分鐘啊 我要來歡迎我們啊 爭取到說我們的原住民 所有的同胞能夠自己組織一個州 這個大工程啊 武念田 武州長 我們請武州長來講幾句話 好 好 好 谢谢观看